长照2.0的国际政策已经三点九位喜欢区来进行七班 观点关系集中一个 这项长照2.0的政策将会大大解释 长照1.0的部队 经合各种老人国部主动提供老大人的生活诉求 关注立今晚这次 总统蔡英文对到这项政策非常重要 对白支持这一段成功 未到失败 推動當中2.0是總統蔡英文的重要政策 最近選定9月事務局建行企盤 本人官也決定他到6期跟來鄉作為企盤店 管理在這方面 因為這項政策關係老大人的安容問題 所以總統蔡英文特別支持 這頓成功不准失敗 蔡英文總統 我只說這句話 這句話都沒有概念 我只想說這句話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這就是我們重大的責任 我們在第一季就被選為是事辦的現實 一方面是我們的榮幸 其實我們在這項目非常非常擔心 這麼一個四季的工程 就要在這個時候 來奠定他未來發展的一個基礎 法律官老大後裏保護學位 是法律官當中2.0的行辦單位 這項政策進行的基礎 當中2.0的學務項目 就違背的增加這十七個 比較建立社區照顧服務的模式 在今年的長照2.0 他主要的是從1.0進入到2.0 他主要就是把服務呢 從八項變成十七項服務 然後在這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 這十七項裡面的一項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 就是社區照顧服務模式ABC 因為過期的老人轉成服務 是個人做個人的 未來轉成2.0 重建核生理服務中心 主動提供老大人 各種的服務需要 在這一次的長照2.0裡面的示範 社區照顧示範計畫裡面 他要架設一個在每一個鄉鎮 架設一個整合服務中心 未來呢 照管中心的個案評定完之後 他會交給這個整合服務中心 由這個整合服務中心去替照顧做配餐 做協調 比如說他可能今天需要送餐 明天可能需要做社區復健 後天他可能需要居家服務 到他們家來幫他洗澡 那這個就由這個A單位 就是社區整個服務中心 來幫他協調 另外國庭理智慧也很主動用 全國家鄉舊的研究中心 設定婚姻國庭在燈庫 因為婚姻不然老人家 醫療主管也相當相助 交通也很方便 記者的意面為 蔡王博德